《文化學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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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進,我們就開始開會 立晚院世界第一會期,超越黨團協商會議 我們上次繼續,禮拜二未完的協商 我想主題我就不必再宣佈了,大家都知道 我就在這邊介紹一下行政院郭部會所長的代表 首先介紹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佛佩珊女士 主機總處朱澤林主機長 財政部蘇建榮部長 經管會張傳彰副主任委員 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王德威處長 內政部邱昌玉常務次長 經濟部沈榮金部長 陳天壽 行政院農委員會陳天壽副主委 衛福部蘇立瓊政務次長 在委員會 接下來介紹 教育部 教育部林騰角 常務次長 在樓下 然後文化部 彭俊亨政務次長 也在樓下 勞動部 許民村部長 也在樓下 在樓下 在樓下 吳啟 封 我們現在就開始 痾 就是 從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针对这个第一案 就是元宝流第三案 那这个案 大家知道吗 还是要练 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必练 大扁的第一案 请大家看大扁的第一案 好那那这个案就 请提案人说明一下好不好 看行政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院长 报告院长 请主席总处 好那请主席总处来 院长 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个第1号三四五六案 我们并案处理都成一到 就变成都称为这个案 那我们有去拜会那个 邱选政委员 林卫多委员 蒋万安委员 跟赖斯堡委员 原则上都同意这个版本 谢谢 对刚刚主席总有来过了 好 这个主席总有提到 第1号三四五六案 病案处理 那病案以后再1A 对对1A 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没有 没有意见啊 我们就通过 好 谢谢 好 好 第7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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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有什么意见 提案人无意丁 为什么找到这些案 就是网站充分结入相关资讯 建立观考制度了 主席这个OK 因为通过了 好 好 第7案通过 第7案通过 第7案 大家要看 看一下 第7案 好 第7案通过 好 来 我们接着看第8案 好 890 890 大家 行政院有什么意见 890 890 在这 我这看我 890 你跟院长报告 那个地 呃 我们的 就是有一个 纸本 他们的号码 就是8A是不是 对8A 好 大家 请大家看8A 就是已经整合的版本 8A 8A我们有跟这个委员们沟通 那么 那么这个 就是8A的内容 那么 呃 有会了 就是范云、高嘉宇、林楚衣、王宛玉、邱委员、邱委员、跟陈娇华委员、跟陈娇华委员、几个提案人的提案 并了这个8A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那个内容 那呃 内容大概就如这个 这个所述这样子 呃 对 那就呃 关于最后一段 那是最后一段的行政院资安处 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行啦 请行政院资安处会同国家发展委员会共同监督办理情形 呃当然我们对这个监督这个致演也呃可能觉得也有点还是不是有点不尽周延哦 不想呃如果说以会这个党团有其他的意见的话 我们愿意再接受 对 好 这个 8、9、10 并为一案 那也提了一个这样的 吼 那提了一个整合版本吼 真的刚才何物民主任讲的 只有一段请大家看 请行政院 吼 资安处会同国家会共同监督办举情形 也就是说 法治上 NCC是一个独立机关 NCC独立机关怎么会国 行政院的注重处 而且行政国外会可以去监督它 这个文字我是觉得有待研讨吼 那以现在资安管理法吼 包括 行政院的注重处里面吼 他只能写你说 都打不是监督啦 都打 所以文字稍微调整一下 哪一个单位可以监督独立机关 我现在找不出来 从国外会可以那就好办了 不是 行政院的内部 那是二级独立机关 连院长都很难自会的 好吧 谁督导好吧 好大家有没有一线 柯总召建议 这个 监督两个字改为督导 好没有一线扁案就通过 好 下一案 第十一案 十一案是不是已经整合 叫十一案是吧 好请大家看十一案 好 看十一案 跟那个委员 跟那个主席报告 也跟高委员报告 那个我们跟高委员报告以后的 那我们做了一个文字修订 而且讲了一个详细执行情形的 那个公布于网站并定期更新 好 好 这个主席长已经有报告了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现在看到这个版本 可能就是 跟是不是主席长可以再帮我加 把部门跟计划加上去就好 就是一样是执行后才告诉我们 但是部门跟计划可能会说明一下 这个刚刚有跟 刚刚有跟主席出同仁 就是原本 提出一部门计划的这个部分 那部门跟计划帮我留下 就是提出一部门计划会整之执行情形 因为本来是被划掉了 对 我们还是认为要划掉 主席长回答 好 请主席长会不会再回答 详细就会包括部门 那既然会包括的话可以把它加进去 详细的话 因为刚刚跟主席出同仁是说OK 部门就是哪一个部门花的这个钱 然后是 机关 对对对 这边 部门机关 马蒂青这个问题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公安委员在讲什么 你讲的以反计刑现在有1400亿以反计刑 还没执行吗 对他们说这个是还没执行 所以当初我们狗明星政委在这个媒体上面的记者会讲的这个1400亿我们了解到他只是先匡列 那现在我们同意主席长所说的执行后再告知立法院这个他们执行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说执行的详细执行机型里面必须要包含这个就是各机关的这个 既然执行的 从哪边移过来的 我讲讲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你现在是跟人家说执行就好 不要说跪 1400亿 这是我跟主机场沟通完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有工作很好 但是你这里有 有计划 计划就是还没执行吗 不是 我们现在说的是执行完之后 他是从哪边移过来的 不是 你计划还留着就是代表未执行的部分吗 未执行那计划随时会变满 因为1400亿不可能现在全部 那我们说的是执行啊 那是框个数字1400亿这样而已 就是他从哪边移过来的啊 只有执行 执行的当然可以拿出来嘛 未执行的想把你猜 没有我现在说的是执行了 你要什么东西先讲清楚好不好 对就是他已经执行 比如说我们今天 可能比如说文化部 他现在有列出来说 7亿的这个移缓季级 他是要从哪个计划移过来吗 那我们是说好没关系 你现在只是预计 我们就不需要追的这样子 但是你至少是执行后 你可以告诉我说 他是从文化部的拿一个原本的计划 移了这个款项过来 然后他已经用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主机处 主机处今天勾动是这样 有用了再告诉立法院 就是这样子 文化部事实际上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告诉你 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我说也好 因为 那都没记住了 不是啦 柯总裁你要问这个问题 那你也早上跟我一起跟主机长一起沟通吗 所有人在找你 我找不到你嘛 没有 我昨天都在立法院喔 我昨天都在办公室 不要这样口罩子 大家都说 都不要说好笑 因为以前已经顶多伸到你的助理嘛 只有他早上跟我报告 我说你们赶快去找 是啊 所以早上主机长终于来找我啦 对啊 你也有点到我名字吧 所以他们 我说 我没有安静到底有一个沟通 因为早上去 去找他都没办法看你嘛 仅多伸到你的助理而已嘛 我说 没有 我助理 我助理 昨天啦 我是讲昨天的事情 所以今天再起 好 没关系 这个过去就过去了 我只是说 要把问题澄清 你不要点顺乱写 你点点 我没有乱写喔 昨天我在办公室 真的没有人来找我喔 助理也没有看到人喔 那主机 然后今天早上行政院告诉我说 有一案是尊重是用赖来告诉我们喔 这个总裁你也不要诬赖我啦 我没有诬赖你 我去问他们 但是主机长今天早上有来 我就很感谢他来跟我罗嘱 我很要求他们一定要赶快看到本人 对啊 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到主机长 我也很开心 赶快跟他沟通清楚啊 总裁你又没参加我们的沟通 然后你现在就说我搞不清楚状况 我没有意义跟你沟通啊 我们沟通就在这里 我没有意义帮你 帮助是看你啊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的事 你刚刚就不要跟我说 你刚就不要说我乱讲 因为我已经跟主机长沟通完啦 就是有这些问题的说 交捷就是谁人是清楚 对啊 那你刚刚还说什么 我搞不清楚状况 我都沟通就是在这里嘛 我不是行政官员 我要跑过每一个人去拜托啊 对那刚刚我们就让主机长回答就好 总招你就之后我都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我跟主机长最搞清楚状况的人 你在那边指责我们啊 有执行的 我们要拿出来 我们有沟通过了 那我们听主机长怎么回答好不好 主席可不可以主持一下 我再帮忙讲一下好不好 来来来来 讲一下 好 那个 不是啊 好 郭董董董 王委员讲到啦 高委员讲的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啦 你刚才在讲这个 说他没有执行 他现在已经退到说 执行了以后再叫你把 以反计取的这个项目 这个我可以同意 你出来 应该的 对啦 但是我们行政院院长是跟人家讲说我们第一阶段以反计取是六百亿嘛 第二个阶段我们是一千亿嘛 你讲的那么清楚 当然你不能讲说我们没有执行就不能讲 就不能类似资料给我们 你至少你跟人家讲说我们有一兆五百亿 那是先框在那里好不好 框在那里 那你就要有计划啊 要有议算啊 你要有整个一反计取的详细内容啊 现在不可以一千四百亿都夸掉嘛 你 你说这个我感觉我不行 这都可以拨议算 议算本来你讲说你要 以反计取 你就是要把一反计取的详细的 的那个 那个项目类出来嘛 第二个 高委员在讲的他是希望说我们各部门以反计取的 你从业务科目 或者从他的这个计划科目里面 他以反计取的这些金额跟他的执行的状况 你列在那个那个网络上面 让大家可以重复了解 这个应该的啊 这讨算不对 主席是这样 谢谢恩委员 来总召 是我想讲一反计取必须要一样公开透明 当时在这个院长来的时候 我执行的时候我其实是时间不够 我本来就希望那个时候请他公开承诺 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在修这个相关法规的这个这个决议里面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跟动议嘛 那今天要协商大家就诚心一点协商 昨天确实找不到这个这个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协助的时候 大概资料都没有更新 到今天早上已经确认 所以刚刚高委员说 针对部门计划科目部分可以拿掉 对吧 这个已经是共识了 所以希望科目知道你不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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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果为因 那第二个降点书部分 我们自己抒发意见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很在意你们的意见 所以我毕骂他们 所以我毕骂他们 今天是这样的情形嘛 所以你也要 我是火气要小一点 我一天一的啊 你火气要小一点 我一天一说 你写说没有去沟通 我去骂他们说赶快去沟通 那我要跟柯总召特别讲 其实在 我在意 行政部门要好好做事情 所以部门的预算要怎么用 主席长会计都很多意见 我们不能让公务员有违法的这个之余嘛 这样写出来不是更好吗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们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样已经沟通过了 因为是早上 刚刚刚发言人事物有发出来 还有点误我 有人跟我讲 我就骂他们 说赶快去沟通 他们说找不到人 就走你了 我再去 这是我是很在意这个 可能要澄清一下 找不到人这件事情 主席长 刚才民众党是说 执行 就是说大家执行后 那你现在这边的文字 这样是不是执行后 我提一个建议 因为那个 够机关的就是 就是包括部门 部门就是机关 所以说原来就是 够机关 依够机关 以返 继续详细执行情细 瓜湖 一元计划 别 接受 接受 好 可以哦 接受 接受 接受我们就通过了 计划及业务 你还发明 没有啦 没有啦 你现在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 没有可是主席 主席因为 因为刚刚现在我们都是全部都在直播 其实刚刚柯总招讲说 什么部门的人 部会的人有来我办公室找 我找不到 我觉得我在这里必须要澄清 我们现在立法院每个地方都有监视器 如果你们可以找出来 就是 有没有昨天任何一个部会的人走进来我办公室哦 助理哦 走进来我办公室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实际澄清 他说 他有走进来我办公室吗 那调版监视器给掉出来 你听我讲不要紧张 我没有紧张 我只是觉得你刚刚误赖我 你发脸书哦 电名道柯总招 我说我很在意说 我是说柯总招讲得非常好 要各部会主动沟通 我很认同你的做法 但是部会没有造作 那两个是合胸胖 我们都同意方向 那好 所以我会要求他赶快去沟通 这答案说什么 看到助理看不到本人 我说再去 早上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如果助理今天有走进我办公室 可以告诉我 那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那总招你刚刚就误赖我咯 那个不要在楼上 等一下再去 好就这样 就这样 主委长你还有一件吗 我再重重念下去 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应于一个月内 各期官依反继续详细执行情形 刮斧依原计划别刮斧公布于网上 并定期工薪 好同意 好都同意了 好别当通过 下案 谢谢位 这首案嘛 我们不敢 有没有意见 不敢 那一样 首案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一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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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案 四十二案 同意 同意哦 好 首案通过 再十三案 有修正的13A 请大家看13A 没有意见通过 第14案 13A有修正 请看14A 没有意见 有意见 请我来讲一下 主席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有去拜会赖委员 我们有提一个修正文字 最重要的是倒数第四案 要求我们是见寝 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 我那时候去拜会的时候 是很抱歉 没有足够的时间 跟经济部一起去拜会 那他里面提的例子里面 有关于信用贷款 要那个保证程度要提高百分之一百 我有跟他讲说这个是经济部的前则 因为这个信用贷款的保证是由中小企业保证基金 来提供他主管单位是经济部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倒是请 这个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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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见寝的话我来调整一下文字代的见寝好不好 这个文字内容有问题啊 好 这个经济部 信用保证程度提到一百趴 提到一百趴的话 没有一百趴的啦 信保没有一百趴的啦 我把他讲完 信保没有一百趴的啦 信保只要一百趴 没有只有那个五十万的啦 只有五十万的啦 信保一百趴的只能 倒去就算算了 所以银行根本就没有任何责任 银行根本没有任何贡献度 然后他要再给他开分行 这个什么海外分行 这个东西 例如这些都有隐藏了一些 有怪怪的 有些东西啦 但是这个你也要看就不可以 我建议好 我建议把这个例如 没关系 例如嘛 例如就是其实 立市限规定 它只是例如嘛 没有办法 那将来这个通过就是 意外当正常的 然后说我要开海外分行 你根本没有贡献度 你私人银行开海外分行 到大陆开分行 这可以这么搞的啦 删几个字啦 删哪几个字 例如全部发掉 例如全部发掉 例如画到哪里 标准 标准 删到标准 对啊 今天我可以提出一些诱因 但是这个有东西 你没有贡献度 你要什么海外分行 例如画到标准 那这样 大家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 而且是 知道这个 这个例如画到标准 这个 这个是建请案 这个是建请案 院长 这个建请案 那个 哪写建请案 好 这个有问题 建请 改为建请案 好来 来 第15案 15案有 有修正 请看15案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修正的意见 欧委员的意思 欧委员跟郭委员支持 谢谢 这个案子我还是比较坚持原来的这个提案 这个刚刚开始我们审调例的时候 欧委员 这条 我们今天保留好吗 保留就好了 没关系 我听你的意思 你要排除63条之外 63条 你只要63嘛 调义 都通过了 我们就留保留就好了 好不好 没有啦 你 你又撞一下 什么 你又说一下就对了 不然你的意思是怎样 保留啦 很难有交集 保留啦 保留保留 好 好 15A保留 15A保留 好来 接下来16案 请看16A 呃 你们有意见 好来 那边有修正的 文字修正的建议 就是在我们那个从倒数第三行开始 原要求 16A 16A 对 倒数 倒数第三行 好 他我们是希望在那个呃要求行政院 我们是建议文字修正为原建请卫福部 应于两周内研议符合原住民经济生活现况之 现金改成疾难疏困津贴制度 后面再加上一句话是并协助弱势原住民申请 以维护弱势原住民族权益 这我只印出来 好 就16A 已经印出来 你讲的 对已经印出来 不一样 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 就是这样而已 好 大家没有意见 讲完完委员 要委员原则上 同意这样修正的改建请去研议 但是他希望一周内 嗯 好 这个好 不要 他 一周周 他有跟他沟通 因为他是说希望一周内 你说两周他OK吗 两周没关系 他一个月到两个月 我都没关系 好 可以啦 好 这个哦 疫情当中 不一定做得到 真正教授演绎 有天天在做配合 这个不应该这样搞法 好 好 16A通过 下案 17A 请看17A 请看17A 有修影誌改造啊 找我这样就好了 好 请说明一下 如必说明了 如必说明了 一样的改造没有意见 好 那我们就17A通过 好 18A 有没有意见 有 有没有没有没有 来 老条 通过了 来 18A 18A有修正啊 对 有没有意见啊 来 今天就讲一下 好 有没有意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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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是贊成我耶 我贊成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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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贊成一字咧 這幾個是有機會講解一下 好 這個...這個...這個...已經有跟那個... 機關有談好啦 機關齁 然後現在也是改... 哪一個機關我不知道啦 日本的金管會嗎 對啊 有簽名啦 金管會怎麼知道... 那你怎麼知道經濟部的事情呢 啊 金管會... 我是覺得在... 在疫情當中都在紓困喔 不要再...加些你... 特別需要...想強調的東西 人家鑑請案嘛 而且他是鑑請金管會 請銀行體系 進行紓困的時候納入考量 你這個銀行體系下去的時候 現在是在紓困啦 有時候就在扣中扣啊 我是覺得... 讓銀行去衡量啦 我們做這樣的決定 有時候人家要幫忙 或者他真的有什麼需要的話 人家不可以幫忙 銀行就拿這個來打扣 我覺得說... 沒有啊... 這個... 這個只是說 讓他用這樣的因素去考量嘛 對啊 連考量都不行啊 那如果要賤情 我也有很多賤情啊 對啦 啊這個你也可以賤情啊 對 這個... 這個反對就沒力了 現在... 現在的狀況 是說... 他的本來... 他是一個新增的... 違章工廠嘛 然後希望... 儘管會去考量說... 他的這個狀況啊 我要請金益部來保釋一下意見 好來 金益部 那個院長 我這邊說明一下 好 我這邊說明一下 好 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提案喔 有關於這個提案 法規規法規是法規執行是執行 都會有落差啦 今天假設一個狀況 有工廠去跟銀行申請紓困跟相關的貸款 競爭的同業 就去跟銀行去檢舉說 喔這間有可能 是一百... 二零零一六年五月二十號就新增違建 銀行光這個決議就要去查查看有沒有 那一拖可能幾個月 因為銀行在這個狀況 他有時候對於這種 誰需要申請紓困的公司 他也不太想要... 他也不太想要貸款啦 就借顧拖延 最後查了沒有了 過了幾個月了 公司可能經營更困難 所以你後面會發生的狀況 不一定是我們字面上寫的這麼簡單 列入考量 同業就把你創的戲啊 所以這些我們沒有辦法寫在文字裡面 我們對這些作為會很保留 我們還希望銀行 在那個貸款上面多放寬 而不是多講治 我講一句話就好了啦 我知道你要揭示你們環保很寬 我可以揭示有花生酒假的這種... 3月28號齁 行政院就通過了嘛 通過這個條文 這個條文也是大家同意說通過這個草案啊 3月28號就通過了啊 急報急查公府法 公府法 公府法本來就通過了嘛 所以就是說現在至於2016年5月20號開始的這個... 現在是書困市集啊 現在是書困市集啊 你以後 環保法例要怎麼改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講書困 大航的工法 那樣的齁 你是揭示你們的時代量 非常重要的環保 不是揭示說... 我可以揭示啊 對 現在有時候說不可以繳架 大量發明的 不是這樣啦 對啊 現在就是說 2016年5月20號之前的新政郵件工廠要急... 就急報急拆嘛 有沒有急報急拆 沒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所以現在就是說 建請說 快點我們以前2019年3月28號已經通過了這個公府法 往這個方向走嘛 這個方向是跟現在這個案 他本地 他是說禁止嘛 他現在已經改啦 改成叫做建請啊 然後把這個因素納入考量 那 那行政機關本來他就有一個考量的裁量權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跟邱總招齁 因為我在地方行政機關服務過啦 這個有時候我們容易落入齁 行政機關為目的外資審查啦 基本上 市管會 對於銀行是不是要貸款給這個產業 應該就他有沒有清償能力風險評估 他的擔保的價值 就是種是 他的應審查範圍 那你要他為目的外資審查 就是說他有沒有應審到環保 這個時候他是不是他專長的啦 如果這個審查是由環保署 是他們來主張或者經濟部 知道他的工廠設立的日期 那因為呢剛剛政委員有提到 就是說 儘管會要求銀行要這樣做 那銀行他不擅長 往往會拖延時間 如此而已 並沒有說反對的意思啦 請你考量啦 對 所以我們是把他禁止改成建勤嘛 也考量到你這一點嘛 因為現在就是說 連建勤都不行 因為現在中央協當 他這家直接把他斷水電呢 他這個工廠是 而且是2019年3月28號就通過了啊 他如果被斷水電 他根本也沒辦法去申請 對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連斷水電都可以了嘛 那何況說 你在對他做這個放款的時候 事實上 事實上去考量到他這個因素的存在 現在變成你們在建勤 然後儘管會跟你說自愛男性 儘管會給我馬上走不下去 你覺得這樣對嗎 一個建勤案而已 你也不是說你強制他要求說 你跟他說 你可以考慮這個因素 他因素有很多之一嘛 你賤請他也要跟你們說明什麼不可行啊 對 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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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的 而且這個儘管會已經同意 我已經跟機關討論好了 不然這個討論要做什麼 這不能夠這樣子啊 你今天已經叫機關來跟我們討論了 人家機關已經同意了 這樣就無理了嘛 這樣就很無理了啊 我們聽部長這裡看 講一下 我看這樣啦 因為現在這個紓困的機關夾外 三夾也很艱苦啦 我是說 比較單純的 這樣比較好 對啦 因為整夾外都很艱苦 沒有啦 部長這個儘管會跟我們討論好的啊 這個儘管會是誰啊 所以 不然就不用說 叫大家來討論 叫機關來討論 你現在簽名之後 又不準算 金管會 啊那個北部耶 院長報告 這個當然我們金管會有跟邱委員溝通 可是請邱委員注意 因為這是跨部會 這是我們跨部會 金管會跟經濟部 必須來這個 還要會張的問題 所以經濟部並沒有同意喔 這個要請邱委員抱歉 所以這個東西還要請院長 我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有跨部會 經濟部還沒有同意的 沒有同意 來 我說明一下 45是不是 來 來了來了 所以 我想 我想這個案子就是 跟這個 那個 違法工廠那個 公廠輔導法 爬樓梯比較慘 剛剛在開工廳會 那這個案子就是在 全國那個 國土計畫法通過 就是在今年5月20之後的 在上一屆520之後的一些違法工廠要拆嘛 那這些違法工廠呢 又有一些已經有違規被裁罰 那這個臨時提案就是說 如果依法今年520之後要拆的農地違法工廠 然後他們又有被裁罰的 那為什麼還要給他紓困呢 所以 這樣子的臨時提案一方面也 也做一個宣示 就是 農地不要再有違法工廠 而且我們現在有 那個 也有總統 蔡總統已經宣示 就是 就是 2016520之後的 農地違法工廠要拆嘛 那 今年 這個本月的520以後也要拆啦 所以我們是建議這些工廠並不多嘛 而且 我有在網路做詢問 大家的意見 九成以上的人也同意就是說 呃 不要再給紓困 那 如果要再限縮 呃 我是覺得 就是限定那些農地違法工廠 已經要拆的 不要紓困 已經要拆了 齁 所以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宣示 也是讓 更多 更多 人 不要再想在農地 再做違法工廠的這個 設置 好 以上 謝謝 請大家支持 來 來 好 這個案 這個案子齁 我比較 就是 邱恩和陳委員他們提案 利益是不錯 但是我 我是比較 贊成 柯董昭跟兩位 就鄭委員 鄭委員 你們的見解 齁 假設我們對於 違端工廠 要多 我們應該是要要求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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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 你委員工廠 你要怎麼管理 你怎麼管理好 農委會 你在農地上面建工廠 你可以要求農委會 但是在今天 說 纏對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在談紓困 雖然利益很好 是一個 那就一個 那就好像 表示說 我們支持 違端工廠 要去取地 但是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限制 要要 經管會一定要限制 他的紓困 所以假設 我們在這台台 你可以 你們要先試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要求 經濟部 去做嚴格取地 或者農委會 他針對農地去 蓋違端工廠的部分 他要怎麼樣去 做處理 這個是我支持的 但是如果要經管會去做這個 我覺得目前 我們有這種狀況 我也覺得 像剛剛鄭委員他講的嘛 他有一個檢基室 現在的小孩 要來 方法的時候 都叫你來提 提供我這個 我補充一下 我在 經管會副主委跟我來討論這個提案的時候 我是有表示 如果他們說已經貸款出去了 紓困出去了 那我們就不必再追回 但是如果有新的申請的紓困 請這個公股銀行 或者是民營銀行 就是再去比對一下這個 如果還沒紓困的 還沒融資出去的 就不要進行紓困 大概是這樣 因為這個宣誓真的也 符合的 符合的廠家數目不是很多啦 但是 這樣子真的是可以讓 人民也支持說 政府對農地違法工廠 是已經有決心要去管理了 謝謝 好 謝謝 你好委員 好 我知道你們非常重視這一塊 公眾管理輔導法在這裡 也在我們上一屆也通過 有20年的輔導區 但是因爲受訓有它一定的標準 因爲會 保證城市不過 有一樣也不會受訓的 好 既然你說以財法 我覺得 也要 社會也會幫 規矢環保更生人 你不給他永遠 生活的空間是不對的 我是覺得 不是需要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是在紓困 我們 我們 我們從哪裡到 我們說 環保就不可以 什麼都不可以 我也會可以強 我剛才一直講講 我也很強調 那酒家可不可以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理念 要去放在這裡面 這是不對的 說不可以 我想 因爲秘密發什麼 我是覺得 一事不合法 既然他已經被裁罰了 他自己 政府 而且這個非常複雜 沒有這麼簡單 像銀行體系可以接入這個東西 而且這包括四年銀行 漂亮 然後就拿這個 拿這個來當 自己換個理由 謝謝 我們不必要照顧到這個 沒有相信 這個功夫法 這個我們在 我們已經賺幾個年 這個好不容易 這個在 立法院裡面 我們也折衝 但是呢 今天 陳委員這個 利益當然是 社會大眾 不能去講說 你這個 你這個 看法 有什麼樣可以跟你否定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我們說的 叫紓困耶 我們的政策 我們要紓困 那這個反而我們是藉著紓困 要達到另外一個目標 陳委員我們現在只是說同意 同意列入考量嘛 又不是 我們有修了嘛 陳委 我講一下 我們這裡面 這裡面有 吳怡丁委員以前正在投銀行做過 你 KYC有沒有做到環保去 他曾經給他罰款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銀行有銀行自己的 自己的收信標準 總之你們兩個意見不用拖我背書 哈 我看你給我專家不會看 我看你背景好像什麼 以前在投行做過 我看這個因為各黨還有不同意見 而且那個經濟部也不同意 所以我們保留 下一案 哪個幾 19A 請大家看19A 是環保嘛 保留嘛 好不好 好 好 19A有沒有協調好 報告院長 這是同樣的案子 同樣的 18A 所以這是保留 好 好 保留 好 請看20案 19A是談勞工的問題嘛 勞工問題怎麼有 吃到原則 吃到原則怎麼有這個 來 金管會 吃到原則 台灣還沒有吃到原則 萬一他收信沒有還沒有到吃到原則 這個 只用到一個案子頂薪的案子而已 這個就是一個賤請案而已 你受信基本原則 你 保留啦 保留啦 不要再說 保留 好保留我們就看 剛才已經講說第20案 20案 有沒有意見要說明一下嗎 我們同意 好同意 來 其他有沒有不同意見 沒有我們20案就通過 好 請看21案 21案就是 保障就是勞工這個部分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23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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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所以本案就保留 好 下一案 22案 22案 也是無法接受 也是無法接受 22案 去看22A 都是加碼的 都是加碼 加碼的方案 對 我們裁員上 會有問題 好 喔有 新 還有兵 還有兵 兵兵 兵兵兵 兵兵兵 兵兵兵兵 這個都全部併在一起 來 這個都併案 好 好 第一 我們到22案 那22案 現在就是看到 22 56 57 58 59 60 61 62案 併案處理 22A 好 請看22A 可以嗎 可以嗎 看可以不可以 好沒有一件我們就通過了 好通過 現在看23A 抱歉沒有辦法接受 23A 等一下 那行政院說明一下為什麼 請說以政策方向不一樣 呃跟 跟 跟 院長跟 草野各黨團委員報告喔 因為 呃 目前 當然行政院我們已經 就 呃 江委員所關切的 投保國民年金的這個部分的民眾喔 我們出了原來的急難紓困方案之外 當然在這個禮拜一又推出了擴大急難紓困的方案 那當然 一定程度在行政作業上 是有一些不盡理想的地方需要改進 可是目前 我們對這所謂的 投保國民年金的弱勢民眾的部分的處理 我們大概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 什麼方式 你們沒有照顧到他們 呃 其實這一塊群眾 這一塊民眾喔 就是 他們幾乎大部分都是投保國民年金的部分 就是 您一直關切的 像 舉牌者賣玉蘭花 他們這一個 呃 就是這個沒有任何保險 沒有任何保險的民眾幾乎現在都會跑到國保這邊 當然 甚至也還有沒有投保國保的民眾 對 可是大概如果說您所講的投保國民年金的部分的話 我們那個方案 目前的極難紓困方案以及擴大極難紓困方案 就是在照顧國保的這一塊民眾 好 所以行政院你說你們現在的擴大紓困方案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萬元紓困之亂 是是是 你們涵蓋多少人 目前當然衛福部的計算是18萬 好 請衛福部 蔣委員我先插一下話好不好 這兩個 從一開始兩個政策立場都不一樣 那行政院也 現在禮拜一也公布新的 今天我們只是 不是在這裡做政策討論的問題 既然都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你提示還要 要照這個國民的意義去 吐發嘛 那 那 政策立場是不一樣 好 不一定在這裡 好 我尊重柯總召講法 但是我認為這個政策方向 都是要照顧 無保者 對不對 一開始我們一直講說 為什麼你要限制加入職業工會 投保勞保 集聚2萬4以下 還有很多沒有保險的人 好 那行政院 我高興接受 採納我們的意見 對於無保者很大一群 這些民眾 應該給予照顧 所以你們現在推出的紓困方案 也很好啊 對於有工作無保者 符合你們的標準 他的家務所的存款 然後扣除15萬每一戶 落在基本生活會1.5到2倍之間 你們這個公式是可以拿1萬 但是我發現衛福部 你們統計出來是 涵蓋18萬人 只有18萬人 但是 傅密剛剛講 你們也認為應該要照顧這些 沒有任何軍工教勞農社會保險的民眾 很大一群 制度上他是落到 國民年金保險 而且他們是 弱勢中的弱勢 沒有工作 失業 沒有收入 是哪些 譬如說 家庭主婦 學生 轉職當中 他們對於疫情的影響 更沒有抵禦能力 這一塊 你剛剛也同意要照顧嘛 但是你們現在擴大數目方案裡面 只涵蓋18萬人 而且這裡面 也只有部分是 所謂只有國保的 但是傅密你知道 現在 只有 國保的人數是多少嗎 三百多萬 三百二十九萬 所以你們漏掉了很大一群人耶 所以 我在這邊還是希望行政 你要思考這一部分 你要怎麼去照顧到 你認為好 如果他 可能 存款 房產 那你們可以做一些相關的牌付 以後 少說 一百五十到兩百萬人 這一部分 他們現在很多可能是現在公所排隊的喔 填完表格 發現 我不服了 沒辦法拿到 但我急迫啊 我需要紓困 行政院是不是可以回去研議 這個 把這區國保 弱勢中弱勢納進來 是 好 來我說明一下 政委 院長 我知道 因為剛剛蔣委員 有 蔣委員一直說回去研議 對對對 如果有需要等一下為服部來說明一下 我來講一下這個案子 一開始 行政院對於紓困的對象 從產業之外開始對個人 個人 為什麼會用保險做標的 是因為這帶薪資 因為產業受影響 然後 他的薪資就會受影響 他是帶著薪資的標準來的 那你沒有保險 就換其他要去認定說 你有這個薪資 因為這次的疫情影響 減少了 所以我補貼你 那現在蔣委員 我們這個提案裡面 無業 家庭主婦 學生 他們本來就沒有薪資 所以有可能他受困的是因為 他的家人 受到了衝擊 那個衝擊的部分 政府是在他的家人 譬如說爸爸媽媽 或是扶養他的人 去那邊去做補貼 而不是針對你本來就沒有收入的人去做補貼 這個是你的提案 跟現在的做法的落差 那所以如果他是生活出的困難 是家庭性的 那本來你的急難救助裡面 跟社會援助系統就有 那這個部分衛福部跟地方政府都有啊 所以為什麼說這23案 他現在行政院沒辦法接受是因為 你真的本來就沒有收入的人 也不來收入是零 是被撫養的 他現在還是零啊 他不會變成富的 所以他被補助跟紓困的對象 是他的家人 並不是他啊 所以這個案子本身跟紓困的 這個大方向上來說 本來如果他就非常大 我們這個不要再講好不好 我還是要回應一下鄭委員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不能這樣完全這樣說 不能說因為他失業沒有收入 所以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收入 所以在這波疫情沒有受影響 不能這樣說 你剛講他的確 他可能是家人 救濟 那你說你們照顧他的家人 好但是第一個 他們限紓困方案 你們是以戶為單位喔 一戶如果五口你們照給一萬 他怎麼五個人分一萬塊 還有第二個 事實上這些並不單純是 他很多是在家裡做手工的 這些家庭主婦 他可能沒有辦法 他就是保護保 很多國保是涵蓋這些人的 但是在這一波你們沒有照顧到 剛剛覆覆已經承認 他也認為這些事要涵蓋 所以在你們的方案裡面 你們並沒有排除國保的人喔 衛福部 你們沒有排除 但是你們為什麼只涵蓋 十八萬 有三百三十多萬的國保的民眾耶 為什麼 有三百多萬人漏掉 行政院拜託你們回去研究 我先問一下好了 好不好 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你這三百三十萬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群體 那其實這裡面就有九十億萬的中低收入戶 這其實我們已經給他一千五百塊的補助了 那裡面也還有被補助像比如像職業工會 這麼已經補助了一百多萬人 他的眷屬 家庭主部門 也類似像這樣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復密你沒有搞清楚 職業工會不在這裡面 我跟委員先報告 十八萬當然就是我們現在能希望 其實十八萬是我們在國保裡面 最沒有資料的一群人 所以現在衛福部撈得很辛苦就是這樣 他必須要依賴這些有需要的民眾主動來申請 然後我們從這樣子去建立 最底層的群體他的一個資料這樣子 所以這十八萬其實就是目前最需要的一群人 我們是由最需要的這一群人來著手這樣 復密行政院一直說你們現在的紓困 從一開始都說我是給最需要的 結果發現不是 然後一直擴大一直擴大一直擴大 今天我們不是在委員會在 好沒關係 但我還是要把話講清楚 剛剛復密講說 好 國保的你們有涵蓋 包括身心障礙啦 低收入啦 甚至你們也算出沒有達最低生活費1.5倍的 或未達最低生活費2倍的 這些全部比例佔起來 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百分之十四耶 有百分之八十六兩百八十四萬的人 是不在這裡面 這些人不在你們的紓困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方案照顧到他們 好 好 來來我補充一下 這個 曾鈺鴻委員剛剛提到 說你們主要是針對說 受到疫情影響 比如他原來有工作 那現在疫情影響變成沒工作 或是說原來有工作 受到疫情影響收入減少 才補助 如果原來是無業的 或是受撫養的 就不在疫情影響範圍之內 這個 不容易區別啦 現在重點是這樣的 譬如說我舉幾個樣態給你看 本來我要找工作 過完年要找工作 本來我無業 過完年要找工作 但是因為疫情就更找不到工作 很多人都在過完年換工作 但是碰到疫情 找不到工作 這個就被排除在外 因為他原來沒有在工作 所以他不算受疫情影響 我的意思就是說 樣態真的很多啦 你一刀切 說你們這些不受疫情影響 雖然沒有辦法過生活 我也沒有辦法給你補助 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很多這樣子的樣態 那 我是說他會在其他地方接受政府的協助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只要有重複的 只能領一樣啦 這個喔 所以我覺得你們就是 這個部分就不夠周延嘛 真正受到疫情影響的 絕對不只是那18萬人 這330萬人裡面 受到疫情影響的 是遠大於18萬人 但是你們現在的方案就是 只針對那個18萬人 好 沒關係 這個是你們堅持的 那我們堅持是希望 希望照顧更多 受到疫情影響 而 值保 國保的人 我們希望照顧更多 請你們回去 再 研議 好 再去撈 再去看 真正有受到疫情影響 我們擴大 再補助他們 好 那個 請你們研議 國民黨團 是希望 就是回去再研議吧 這不是今天要出去 那 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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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院長 綠東教練啊 我們到那裡有關 重點有一個就是說 確實要怎麼畫 你就全部 只要 只要有人沒有拿到 光講三個字 你就受不了了啦 公平性啦 我們那裡 我剛才說一個雷尼 三十秒說我什麼 跟一頓在那裡怕氣 在那裡我跟他太多 他說我們沒有 我說 你疫情來 不來你也是在這裡怕氣 今天疫情來又很嚴重 你也是又在這裡怕氣 這裡一桌在飲宿 不是都一樣 有疫情沒疫情都一樣 說我的意識 大家要有一點點良心啦 講完剛剛提到那個 我也認同啦 但不是說什麼 聽你的建議來 我來說來 會擴大你啦 我們也去回家回來啦 你知道嗎 大家想法幾乎都差不多啦 但是你都把它放到 全部大家都說一直擴大 沒有錯啦 這個要很強的說理啦 想一下好不好 我們內部 我們內部生意貴賓更小 我們這個本來就保留 這個回氣炎議嘛 保留吧 不必逃生那麼久 這個議題一直延伸 沒有辦法收斂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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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表達我們的 二四案 二四案 黃毅 黃毅 二四案有沒有意見 二四案有沒有意見 黃毅 二四案 二四案 主席他是改字啦 不過我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回事啊 他這個其實是那個 內政務移民署那邊 要做一個旅客行程的分析系統啦 那一開始我們是覺得說第一個 已經有共識就好了啦 有共識 你有共識嗎 有共識嗎 有共識 大家看二四案 你如果有共識 這樣就通過啦 那一分鐘就好 那讓人說完啦 好啦 沒有啦 這就造業的意思啊 我也被勞開起來 我講一下這原有啦 因為不是顯得這麼簡單啦 一開始那個 明明所跟我說是CDC要求這個系統 最後我們問CDC 他說其實也沒有真的要求真的這個系統 然後二來是這個計畫 統統要2.9億 他在2.0的紓困案裡面 只編了1.8億 所以我不知道他剩下的經費怎麼回事 然後他這個案子其實是要三年才完成 所以我是覺得好像紓困防疫 我不知道他急在哪裡 那最後我們發現的是他要收集的資料 還有他要怎麼儲存怎麼分析啊 我們覺得這很有可能會觸碰到個資法 甚至是國外的GDP啊 所以我這邊就請他們說 確定你的個人資料這些東西 你能收集到什麼程度才來 才來做這個案子啊 不要說這個案子發包出去的 做了一個很大的案子 結果發現你個資收集整個完全是違法的 就這樣謝謝 要改一個 好謝謝 就改一個字 請大家看24A 好這個就公式我們就通過啦 好 現在25案 請看25案 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意見 我們請財政部蘇部長 那個說明我們的立場 蘇部長 院長各位委員 那這個行政院這邊對於這個案子 我想這個我真的不予再談了 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發現金的部分 補發現金的部分 基本上在國際之間 當然有許多國家是這樣做 但是要考慮到 因為國際之間像美國 英國或是義大利等等 他們都是封城禁竹 還有這個所謂的 呃 請客的情況下 去發這個現金 但是國內的疫情 基本上沒有到這種情況 所以 所以 因為封城禁竹 那導致整個經濟消費活動停止 所以他們發了現金 但是我們國內的情況不是這樣子 那國內情況雖然這個疫情穩定 但是還是有一些產內還有經濟活動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才有一些紓困的這個現金補助措施 那目前就是選擇性的 就針對受到影響的 來做一些所謂的現金的紓困措施 那我這邊也要特別說明的是 因為我們的財源是從舉債來 所以在現在的疫情比較穩定的一個情況下 目前紓困最重要 那麼要紓困就要針對有需要的人去紓困 所以現在已經在針對有需要的人發現金的紓困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直接發現金 這個刺激消費 那是後面階段的這個所謂的振興的階段 可能要做的事情 所以大概 我們代表這邊 就是說這邊行政院的立場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好 好 希望能保留 保留 好 下一案 第2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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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案有沒有意見 請看26A 有意見 請看26A有沒有意見 有意見 有意見請 那現在講的記憶類似說 在教音樂 美術舞蹈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領域的補習班 那我想提這個主決議是因為我就舉例來說 如果他今天不是用補習班形式 他是老師各自開一個教室 我單一指導 這次在文化部裡面 他可以用自然人的狀況去申請文化部的補助 他可以拿到錢 因為他因為受課沒有了嘛 他是申請文化部的紓困 另外呢 也許像體育類 他就是用 如果是我先用公司 可能可以到經濟部 他如果是在健身房 可以在 可能就可以在體育 我們的體育署裡面 可能也一樣有自然人的紓困 唯一一個同樣類型 但是我是用記憶類補習班成立的 他現在受不到學生 結果呢 他沒有人理他們 也就是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身份 可是如果他用不同的形態立案的時候 他可能在文化部可以受到照顧 可以在經濟部受到照顧 唯獨就是用補習班成立 受不到照顧 所以我覺得這是牽涉到 剛剛莊雄委員說的公平性的問題 那我要說我沒有針對文理補習班 我針對是記憶類補習班 這叫音樂、舞蹈、美術 可能是插花 類似像這樣類型 記憶型的補習班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院長還有各位 教育部來補充說明一下 那我想就承諾剛剛林立華委員提到的 那麼依照這個補習近舊教育法的規定 那麼設立補習班可以由 很多機關團體還有私人來做一個辦理 那如 以目前來講 大概有一千多家的 是由公司來附設補習班 那如果是公司立案的這個補習班呢 如果符合經濟部的 這個營運資金的貸款 或者相關紓困的一方案 就可以跟經濟部來做一個申請 那其次呢 因為補習班呢 它是屬於司法勞固的關係 那如果補習班的教職員 那屬於這個勞工勞保的這樣子的範圍 那本於這個全國行政議題 以及審核身份補助資格的一致性 針對剛剛林委員所提到的 如果是屬於記憶類的補習班的教學人員 那可以呢 依照這個勞動部 那麼對於疫情受影響 工作的包含減班休息勞工 或者失業勞工 或者自營工作者 或者是沒有一定雇主的勞工工作者 的紓困補助方案 來做一個申請 那至於呢 如果說是涉及到 音樂舞蹈會畫的教學人員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朝跟文化部呢 對於文化藝術事業相關從業人員的紓困 的補助來進行這個申請 那其次呢 在依照目前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 也是全國大家的共同的一個努力 所以目前的疫情呢 並還沒有發生全國 全面停課的這樣子的狀況 那不僅是學校如此 包括補習班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有的話大概都是零星的一個個案 那本部呢 教育部這邊呢 因應疫情的發展 也已經著手規劃 針對 未符合經濟部營運資金貸款方案的 私人設立的補習班 那院裡面針對教育部的紓困辦法已經核定 那教育部近期呢 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如果不符合經濟部的營運資金貸款的部分 我們也會連結到經濟部的簽譯寶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措施來協助呢 補教業者可以呢來貸款 來度過這樣的難關 所以針對 林義華委員跟蔣萬恩委員 得一個提案的部分 教育部是 也請委員這邊能夠來同意 針對這個提案的主決議的文字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修正 也就是後段的文字 是不是能夠修正為 原建議教育部、文化部、經濟部等相關單位 於疫情嚴重時 試實際情形 協助產業補習班 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紓困 我想一下好了 是 後期班的目的主管機關就是教育部啊 補習班的主管機關還有別的部喔 有啊 有的是公司申請的 公司成立的 我現在說一下 他解釋也蠻誠懇的講很專業 對啦好 那現在改的是這樣的案子 你同意不同意這樣就好了 報告我不接受 因為我要講 你也要堅持你的案子 總召 於疫情嚴重時 現在疫情不嚴重 我們現在紓困在做什麼 這於疫情嚴重時 那什麼叫於疫情嚴重時 補習班沒有停課 財議補習班從來沒有停課 我們的公司也沒有停業啊 等一下 記憶型補習班 記憶型補習班 記憶型也是一樣 還有我就說了 剛剛有些 記憶型補習班 教舞蹈的 教美術的影響很大 怎麼會沒有影響 可是他說 有些你可以去跟文化部 他沒有停課嘛 沒有 大家 那請問公司 大家都有停業嗎 也是沒有停業啊 你今天跟你的沒有關係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合理啦 你同樣都在教美術的 怎麼這樣啦 因為沒有共識啦 這沒有公平性的問題耶 沒有耶 沒有共識 如果你們大家真的要 我覺得 如果執政黨要堅持OK啊 讓大家公平 因為沒有 但是我不接受 因為沒有公平 真的沒有公平 那本案保留 26A這個保留 那請看27案 這有意見 我們請經濟部表達 27我們來 那個一下就是 委員在關心就是 希望呢 有那一個集計在增列 那這部分呢 行政院對於受影響的這個集計 是已經有整體考量 齁 所以這個部分呢 要考慮到各部會之間 的那一個標準的集計的一次性 好 那就是 是不是坑錢保留 這樣啦 好不好 好 我提議案一下 建起演義改建起演義 這樣就不會再保留了 沒有 集計不一樣嘛 他有提議 他兩個集計 他整理文都只一個集計嘛 那叫他建起演義就好了 可以嗎 這樣可以 演義這個新的方法 好 好 就 建起演義了 好 那 就通過建起演義 好 下一案 28案 請說明 好 那 沒有意見的話 28案就通過 好 下一案 29A 請看29A 好 建起演義了 好 好 那這個 建議建起演義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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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別案就建起演義 通過建起演義 好 那30案 有3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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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能第三行 超過該新 原性之 減薪兩成 這個能刪掉 好 就是30A 是不是 看30A 就是刪掉 那是30A嘛 對30A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通過 31 好 第三十一案 三十一案 你們有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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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32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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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蔣萬安安都通過 有修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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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33案 我們請問 請看33A 請支持修正通過 33A 33A的修正 我們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我們就通過 好 33A通過 請看34A 34可能舉案定看好不好 我們有跟 34A 已經測案了 對不對 不是 並案 34A 請看34A 請看34A 有沒有意見 不是 他是 江委員已經簽字了 沒有 就是 有修改 有不定案 都已經跟行政部門溝通過 這幾個案子 並成一個案子 是34A 看A嗎 不是 34A有修正過 講案也簽名了 34 35 36 37 38都 就 就是 就是 好 30A 沒有意見吧 沒有 通過 好 35 36 37 就剛才已經 就剛才已經變案了 就測案 35 36 36 37 測案 請看38 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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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A應該 委員會有個決議了 有個決議案 就照委員會那決議案就好了 有改吧 在這邊 38A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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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8A通過 好 請看39 39A 39A 好來 好來 39A 因為A就是有修正嘛 大家有溝通嘛 有沒有意見 有 有意見 有委員會已經有通過一個 一個齁 就照委員會 這個就不必了 就同樣重複了案子 好 照委員會通過那個案子 已經修過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等於錯案 錯案 因為委員會已經有通過 所以 這個本案就錯案 好 事實 看40案 我們來說明一下 好請說明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在關於那個 委員在關心 就是希望來取消超約的附加費 那今年店價已經動漲 而且針對學校的部分呢 也有打85折啦 而且萬一如果超約的話 我們也有給一層的寬限 那如果再過去的 如果再上去的話 會有用電安全的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 這個一定 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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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扁案 我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 其實最主要 在很早之前 上一屆我們就有爭取 也就是 學校 他都有一個契約容量 對 他訂這個契約容量呢 簡單來講 學校的 夏季用電好了 應該是五六九十 這四個月 對四個月份 他如果用電 在超過七月容量以上 你們就會 加收他的電費嗎 對 希望所謂以價值量 盡量在七月容量以下 但如果 他的七月容量訂得太高 那當然他的電費就很高 所以過去他們一直 一直在反映就是 怎麼樣訂出一個最合理 最 優的七月容量 標準 對 那 現在 當然經濟部應該是在 上一屆最後一會 今年初 也 同意 各黨的委員 積極的爭取 願意你們放寬 就是剛剛部長講的 能夠有一成10%的寬限期 對 而且就是安全範圍 安全範圍 對寬限量 這個是 就是現在 到未來會一直這樣 會持續做 那你們會協助學校訂出一個 最優的七月容量標準 對 那我的提案呢 是 針對 今年 特別是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學校現在他們一直反映 夏天到了 因為疫情 指揮中心的措施 他們必須要開窗 那夏天開冷氣的情形 會造成他們用電量會高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 也就是因為他們每年 因為夏季 要用電量超過 缺容量標準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多付的這個錢 因為今年 學校很多的場地 沒辦法外見 是 他們收入短少 非常一大筆 所以這造成 不只是學校 家長 他們很大的負擔 所以他們只希望說 針對今年 特別 五六九十 那事實上 大概學校 會用電 比較高 大概就是六跟九 九月這兩個月 是不是能夠對於他們可能超出的 標準的部分 可以免除 好 就只是針對今年這一部分而已 好 請部長說明 關心就是要減輕負擔 那也就是要台電來多吸收 那我來說明一下 這一個我們台電為了減輕這些 一些紓困的企業 那我們有這個減收電費 有打九折跟打七折 那本來我們估了七五十億喔 來少收嘛 那現在我們估下來呢 台電可能會再多出一百四十四億 所以台電又再多負擔九十億啦 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是台電這段時間 真的是比較辛苦啦 如果說沒那麼多負擔 我們都願意考量啦 我昨天也親自跟蔣偉人也說 我知道 謝謝部長來親自說明 他也解釋很清楚 我知道現在你們對於企業電費的減免 你們有支出一定的費用 但我談的是學校 只是學校 而且只是今年這兩個月 你們大概估算的成本多少 現在最重要是怎麼樣 我也一直在意的就是說 現在呢是開了窗戶又開冷氣啊 這個我講給大家聽喔 開窗戶又開了冷氣喔 那這個是所有冷氣機都一直在運轉喔 不是間接性喔 那這個是有安全疑慮喔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擔心 這個我用保留 這個有安全的考量 這個有安全的考量 我說明一下 因為部長昨天也有說安全考量 但我這邊指出兩點 超過10%還不華了吧 那現在年紀開了 那現在開了 坦白講是負擔不了的 而且那個冷氣是不會停保留了 好 沒說了密閉的話 因為安全疑慮我還是要回應一下部長 因為如果 如果陳如部長講的 你超過10%會有安全疑慮 那 超過10%是 是一個合理的安全喔 對 如果說一直在放的話 大家都沒有那個安全的概念的話 這個有安全的考量 好 因為部長講說 10%是一個安全標準 那如果真的如同 這個10%是 超過10%非常危險 你們就不會只是要求超收電費 你們是馬上就要 斷電 然後再過去 學校有沒有超過10% 因為這個部分都是有專業的 我先跟蔣委員互動一下 蔣委員 這個問題 台電 這裡面有一些城鄉的差異 您剛剛說 學校的用電都是7月用電 會不會必進來 大型學校用電量多 才會7月用電 小型學校都是錶燈用電 7月用電 他用電7月額 他有分不同的電費 不同的額度 這裡面台電有兩個用意 一個是以價值量 他在夏季用電 太過度量他壓起來 第二個是用電管理 第三個用電安全 是來自於學校的線路 學校的線路 他如果超載太多 會有危險 所以我相信 部長講的 超載太多 是線路的安全問題 你不按照7月容量去購電 去用電 會有用電管理上的問題 不過他台電沒有辦法 算出尖峰復刻 能不能造成全台的大停電 那第三個才是 用電的電價問題 那用電如果超過了學校 學校現在不是多用 而是什麼少收 因為他需要場地不能外借 所以交易部 現在針對有些學校 他平常學校的電費 冷氣的電費來自哪裡 通常來自於家長或家長會 那學校有時候 他場地外租 他有一些收入 他可以用來補這個電費 原則上這個電費 是各校自己安排的啦 連地方都沒有能力 去負擔那個冷氣的電費啦 所以可能這個案子 不是針對經濟部跟台電來 台電要負責用電安全 用電管理 如果學校 因為其他的業外收入短少 以至於沒有能力 去負擔太多的電費 超收的話 超值的電費的話 應該交易部這邊來協助解決 而不是要交給經濟部買單啦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來 好 那我同意部長講的 有安全意義 那我具體建議 是不是可以跟江部回去 你們研究 如果超過10% 因為現在是 要繳兩倍喔 對不對 部長 超過10%是兩倍的費用 有沒有可能你超過10% 比如說15%以下 你罰 比如 1.5% 因為現在他們 收入短少啊 這是不是可以跟教育部 你們研議可不可行 至少 減輕他們的負擔 因為你還是要 多罰他嘛 就是要他多繳電費 但不要兩倍啊 因為我跟 委員報告 委員這樣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從台電是一個事業單位 而且這個電價是要全民負擔的 這部分我覺得還是公平 所以不要用決議的方式 因為沒有共識 本案就保留 對啦 那回去研議好不好 這案就不要有決議 然後你們 蔣委員的案你們回去考慮看看 講實在話啦 就算他欠腳 你也不會斷學校的電嘛 好 那 你說不要決議是怎麼講 好 沒關係 我不用做成決議 但是真的請進一步 會同交易部 研究一個方案出來 好 好 好 別人就是車案 好 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四十一案 好 四十一A 請看四十一A 有沒有意見 四一四二兩個一樣 啊 改靠建型演義就可以了 跟委員 跟委員 我們四十一案 跟委員溝通啦 就是 原要求改靠建型 文字的修正就可以了 謝謝 好 好 四十一跟四十二是同一案 四十一跟四十二A嘛 兩案 我們就建 建型演義嘛 通過建型演義好了 好 接下來四十三案 四十三案 蛤 就一起啊 一樣的案 四十三四四 沒有 都通過建型演義啊 好 四十三案 請看第四十三案 四十三四四 你看那個 因為我們經濟部有通過 就有一個四十三案 對 有一個在委員會通過的部分 這是委員會通過的 蛤 這是委員會通過的 再來 欸 有沒有要說明 委員通過 不是 那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才拿到 啊 委員通過四十三案 我們保留啦 好不好 喔 現在是要用這一個 是不是 對 用這一個 我們要請你主意 好 現在 蛤 蛤 好 那就 柯總召建議這個案 保留 好 不是啊 但是這個機關 因為是委員會通過嘛 委員通過 那 是說保留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 這個委員會有通過類似的 這個 提案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因為 是印這個是 意思是說 委員 那抽出來 跟四三四四 並和保留 委員會通過 通過什麼 這個本來是 委員會通過的 決議 好 委員會通過的決議 沒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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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他沒翻案 也沒翻案 委員會通過 他現在也不給他通過 他現在也不給他通過了 他不給他通過 這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啊 不是啊 那 那機關也要表示一下意見啊 就是說 軍事部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 因為 這個看起來就是 對 四三四四 2016年5月20日 以後 薰政會通過的公查 他政府要檢討啊 蛤 委員會本來就可以翻啊 對 這我看你啦 我還要講一下 真的要拼解真心 沒有啊 請大家安靜一下 讓部長說明來 我們來說明 聽不懂 現在是一個 產業在絲困的階段 讓我比較單純 這樣而已 有些啦 但是現在 你這個法通過之後 你 2016年5月20日以前 新增未登記的工廠 你不是就是要 給他那個 不能夠讓他做了嗎 那你現在還去對他紓困 那沒有怪怪 這邏輯應該是說 那你這樣 你的行政作為 不是跟這個法律的 這個意志是衝突的嗎 對不對 我不懂啊 沒有啦 這是因為這個 整個環境不一樣 現在會紓困 不是 整個非常時期的 非常作法啦 要同理心啦 不是同理心的問題 你現在你這樣 法律通過的東西 然後你又去對這一些 你本來就是想要去 讓他不要做的工廠去紓困 那這樣會不會有衝突啊 對啊 這樣不是怪怪嗎 沒有啦 我是建議喔 而且 你這兩個人 沒有沒有 但是委員會 幫你 幫你拿出來保留 這太怪了 我們今天委員會就好 對你比較優勵 到底是要怎樣 對你比較優勵 那不然你說我們財政委員會心不想要 你來這裡我們翻 我們投資保留 那是最近比較不準 沒有 財政委員會審過 齁 在 在朝偉鄉重新來那個 那個本來這個遊戲櫃也是可以的 齁 那因為這個卡到四三十 四四四五 四四四五 大家也在那裡連續 大家也在那裡連續 還不是說那百幾個 好 那現在 現在還是這樣 全部保留 我保不清楚 上次喔 你都脫脫最好 我沒有陪你 我一頭五水 你委員會保留 所以現在就是說 那就是說讓委員會這一個 就是讓委員會這一個通過 還是怎樣 不是啊 那當初那時候在委員會說 委員會保留才來 才來聯繫 對啊 委員會通過都不能翻了翻了 第一 沒有這回事情 等一下 但是齁 當然就是說 保留 那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我必須要講說 你這樣的一個做法 基本上就是跟你的行政作為 跟你的法律是衝突 法律保留原則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不然的話你就要去修這個法 你就是要去 把這一個 2019年7月24號修正公布的 這個法修掉啊 不是這樣嗎 他這個狀 這狀況 就是說 你本來在工廠輔導管理法 跟我們在閒置工業區的這些 不利用超過三年強制拍賣的這些作為 你現在就增加了一些 非法律上面或非行政措施上面的 要求 我不敢說是處分啊 第一個 如果是照你們寫的 它是新增的未登記的工廠 它有可能我的公司不只這個工廠喔 它可能有其他的 那因為這個廠 現在被你註記了 我其他都不能做 我其他都不能申請 這個是有問題的 第二個 他也可能跟你講說 我因為我要接受政府的要求嘛 我這個要收掉 我要申請紓困 我要申請貸款 去做我合法擴建 的需求 結果你家都把它弄掉了 疫情結束之後 銀行還是註記 這會有後面衍生的困難 衍生的問題 那另外再講 我剛才再講一次 有些同業就趁機去跟你檢舉啦 你會造成後端的 不是這間公司怎麼樣而已 它公司裡面 萬一被你紓困被你阻擋 或者甚至是烏龍一件 貴三個月料的公司幫助 那些失業的勞工是誰要負責 還是要回到政府來處理啊 所以你會衍生的困難 並不是你文字上面可以說明的 那個循環喔 很難掌控啊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本來委員會那個 委員會那個提案 都會有製造這個結果 我覺得經濟部如果去做這個 恐怕會有主計跟審計的 監察院審計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是在做一個 受益性的行政處分啊 對不對 你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你要對這一些 違法的這一些工廠 授予這個利益的時候 那他本來 他就已經按照這個法的規定 我覺得部長應該非常清楚啊 你依照這個規定的話 他本來就是依法 要停止供電供水 什麼拆除什麼 沒有你已經不可以給他做了嘛 而且他有一個 弱日條款 2016年5月20日以前 近前我們沒有接觸 那你現在 新增的未登記的工廠 都已經這個法都已經 定了這麼清楚了 那你還對他進行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對他授予這個利益 這個不會有問題 我是覺得真的很納悶耶 對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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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紓困啦 不要 好好 這樣就 我們就做決定好不好 還是 做決定 做決定 那我就先讀一下 原委員會通過經濟部第五案 及協商 第四十三案 第四十四案 全部保留 好 好 好 透過 好 下一案 好 那 第四十五案 請看第四十四案 大家 四十五案應該是有來溝通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 那個 對 四十五案應該有溝通過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附在這裡 好沒有 四十四案 四十四案 保留吧 保留 沒有啦 你有溝通過 沒有太多嗎 溝通不太多嗎 好 四十案 行政院 有沒有什麼意見 四十案 本來是因為那個集合 集合這個東西 可以 讓這些紙困的窗窗都很困才有 我們說真的 好 有啦 好 那就便案就保留 好 沒有啦 我說一下 你那個貸款的契約裡面 你也有規定嘛 對不對 就是要放給 人家的貸款的契約裡面 也有規定這個部分 而且這個有 這個 事實上那你 只是要求說 你應該要去看嘛 因為你的契約裡面就有啊 對啊 你的契約裡面就有規定說 不得財源或減薰嘛 對啊 這是這樣啦 這個頂議說 我是希望 而且 我說我很奇怪 你們有來溝通過耶 沒有啦 這有怎麼可惡到 這超商的感受 對啦 但是你看 你從第四 好 部長 你如果說 穩定 社會安定嘛 好 你如果說這樣的話 你四十四三案 四十四案 你都沒有來溝通嘛 對不對 人家已經講說 要來溝通 你也都沒有來溝通 這我有叫我們的統領去溝通 沒有啦 因為我知道我都沒有出來 啊四十五案 應該是有溝通過 四十五案應該是有溝通過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張不見 那是集合的考量 那集合的 超商都有在翻 不是 你要先來 不就要先來參雄一下嘛 對啊 現在看到民主就知道 參雄沒得到啦 我沒報就好了 參雄 參雄沒得到也是要參雄 對不對 你來人家說這樣奇怪 這一坨霧水 這一坨霧水 那個溝通 我們還是要落實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就 四十六案就保留 我們就看四十六案 四十六案因為有修正 所以叫四十六案A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四十六案A通過 通過 請看第四十七案 四十七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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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沒有意見 有 有 有沒有意見 四十七案 四十七案 那個 經濟部 經濟部 建勤聯益 四十七案而已 建勤聯益 沒有問題吧 建勤啦 建勤啦 可以啦齁 這個溝通過了啊 溝通過了啊 要嚇一下 好 我想說這樣就是北部的啊 沒有啦 這一次要給邱總召一個公道 好 那我們就四十七A 通過 通過 好 請看四十八案 四十八案 四十八A 這個照 歐崇基講的 那上次 四十八A 有沒有意見 OK啦 OK啦齁 OK 大家有沒有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通過 四八A通過 好 再來四十九 四十九案 四十九案 有沒有意見 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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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線請說 請說 請說 針對這個紓困 這個紓困 這裏 這個時候 要去 綠色 振興 策略 這整個都複雜了 這超像過 很難 這個時候 要來幫你紓困 要求當 要求當 要求塞 這很艱苦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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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沒有來 溝通過 所以 這樣 都 叫我們同仁 都沒有溝通過 抱歉 這樣 這家 以後 以後 要落實 回家要追求 你叫三人 這個是 成交法委員 這樣他也不在場 所以我們 好 這還要來 董東部長 要來 好 好 我 有 有修正 所以說 請他以後要落實 所以我們 本案我們就保留了 好 49 你做要保留 做案 49 保留 好來 請看50案 50案 好 看51案 建立 建議 已經溝通了吧 好 好 50 50案通過 好 請看51 51 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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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已經改成建庭 51案已經改成建庭 所以也通過 好 請看52 建庭 都改建庭 改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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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有建庭 52 52 那52A通過 再來下一案 52A改建庭 改建庭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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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53A,因為研議,所以也通過 看54 54,請行政院收比一下 OK喔? 第一段的文字 我們懇請第一段能夠文字刪除 懇請54案的第一段文字可以刪除 第一段文字刪除 第一段刪掉,第二段保留 或是保留 沒有,不是 主結局的第一段刪掉 為什麼要刪掉 好 54案 第一段 50案這裡面有寫主結 以這個部分,第一段文字全部刪掉 那有關第二段 是同意 通過 就這樣嘛 好 來,請看55案 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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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有可控票 就佔了八億多 所以是大概 七點多 我覺得太高了啦 所以我們是建議整個行政費用啊 手續費啊 推廣費啊 不應該超過百分之一啦 你其他的紓困費用大概是百分之零點五上下而已 然後我們也問了你要印消費券的話也是百分之零點二多而已 所以這個百分之八百分之七八太高了 不是啦 這是那個 這段照案通過就好啦 沒關係啦 蛤 沒關係啦 手續費就是最大的那一筆 八億多 他這個 不是 我是說 不是 沒關係啦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照你的通過就可以 對,照我的通過 照他的通過 好 他這個是一個建議案嘛 你建議案 他是一個建議案嘛 另外他把這一些手續費這一些 他是一個基本上一個框類 所以說希望你們將來能夠結業這方面的手續 人的費用而已嘛 那你建議案庁部來部 要給索本一家 部長你看看你怎麼樣 好 請,請這個 請 請這個 部長 這個是這樣啦 我跟那個委員博克昨天也有跟委員溝通啦 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們在發放的時候 超商跟銀行回收 還有我們如果要印這些紙本 都是 費用上是蠻大的啦 所以說 要限定那些百分之一的困難啦 這樣 部長這樣你覺得多少 因為一拍到八拍又差很多 隊長 這個手續費為什麼拿掉 是因為他大宗沒有錯 可是這手續費並不是說 那些 就以為是政府要跟那個國人收手續費 而是你的手續費可能要給協助的那張超商 那些超商說你要給他們的啦 我知道 你現在如果這邊不能編列在裡面 你放到其他的金額下面還是政府付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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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這邊拿掉其他也不能付 那這邊廠商要吸收 這個沒什麼道理啊 你還要讓大家消費方便 讓大家消費方便為重嘛 所以手續費拿掉 其他他們印刷啦廣告那些宣傳費 在一趴以內部長可以答應啊 這樣子啦 之前嘛 政府他們發消費券的時候啦 手續費加發放費加印刷費加 宣傳費加客服費 主要是整個預算的二點多趴 所以我們覺得齁 八趴的手續費真的太高 然後重點是喔 這個八趴喔 不是給人民消費 也不是給店家 就是賣東西的店家喔 是給發放 發放這個消費券之後什麼模式 因為當初啦也不是 當初編的預算也不是為了消費券編的 當初是Coupon券啦 當初這個手續費的來的原由是 那個Visa Master他們要收錢 所以才會編的這個手續費 所以既然我們到時候應用這個 振興消費的預算是靈活應用的話 我只是說賤請經濟部 他們可以靈活的想一下有什麼方案 可以讓這個110億啊 大部分是進到一般人民的口袋 而不是進到這幾個特定的廠商 有的是必要費用啦齁 我是覺得手續費加上去一定扣的 已經超過一趴嘛 這樣大概幾趴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發放單位啦 但是我想都很清楚嘛 這個我是這樣 那個委員的好意我們都聽得懂 但是就是說我們會盡量增值開支 就是盡量呢減少開支都用在 讓我們國人身上啦 這個我比較可以 部長這樣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們手續費拿掉 可是你那個一趴 你改 就是你手續費 其實我們用意啦 就是所有的行政費用 反正這種東西你把我手續費 我看 這樣通過沒關係啦 我 因為它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建議案啦 這個建議案它只是希望說 你們尊結相關費用的開支啦 但是你將來在執行的時候 假如說我們義務或者是我們 我們權力義務應該支出的部分 那你也不能不支出錢啊 對不對 啊然後我們預算法有一個很嚴謹的規定嘛 你比方說 用突免之間的科目大家都可以留用的嘛 所以 只要你如果是說 相關的假設是 權力義務的支出的部分 這個都不會有問題 沒有啦 所以 它也是一個建議案而已 今天不是很誠懇 你建議案我們都在聽 也很好 但是你建議案 他做不到喔 大家不要受騙嘛 這樣好不好 意思說 叫我們統計沒關係 不要受騙嘛 講實話嘛 如果我們 比如說 比如說我講啦 我剛才一講說你做投資銀行 你主持人要上幾趴 那個幾趴 你發AD啊 GD啊 那手續會可以降 那是沒有問題 這個政府的必要 作為那個東西是 省不了 政府在那裡 不去賺人的錢 不賺錢 所以說 你只要 所有的 你把它放在1趴裡面 絕對做不到 做不到是答應你嘛 所以手續會發掉 我知道1趴可能做不到 可是那我們把手續費還是留在裡面 然後1趴這個1可以 你把手續費發掉就好了 不不不 我不要發掉手續費 我是說這個1可以調整 因為本來是8點多嘛 可是要你調這個1 好不好 幾趴我不知道啦 這個到時候 沒有 做不到 做不到 我希望說你賤請我們很 那我已經給你一個那個 那個 那賤請參考好不好 我已經給你一個 我已經給你一個那個 模板了啦 之前發消費券是2點多趴啦 那個不一樣的情況 那看你覺得幾趟啦 消費券走了800多億 這邊100多億 完全不同基礎嘛 等等等等 那個時代的商業體系 跟現在也不一樣嗎 跟消費體系不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好這樣我們那天有問了啦 央行還有還有那個經濟部來的時候 有說啦 發消費券的話 印刷的成本是0.2%多啦 那你發放的話 你請里長去發放好了 你不用什麼東西 都讓超商做嘛 你那里長他在幫你 照顧那些隔離的人 那麼辛苦 你給他一點錢 這個這麼好做的事情 你不幫他賺錢 你讓超商去賺 那另外 這個不是我們這樣想像 如果你想給你一千塊 你已經發他多 我們不到八個月一定 這如果一千塊一定不夠 你發也超商八億多耶 我們一講到 好那個 經濟部對剛才吳委員後面建議的 他修正 我覺得這個案子就保留啦 在執行上有困難 好有困難 好那有困難我們就 那就給他去保留囉 吳委員的意思 吳委員不好意思齁 保留 好下一案 63A 請看63A齁 全面都併案了嘛 他五十九案耶 我還有一個五十九案耶 他沒有啊 你都併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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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都併案了 我今天來就為這個案子 你就要跟我跳過去 蛤 丞 zij 有啊 病上你 ая 你要弄掉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齁 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保護主席我還可以說一下 一定要說的啊 好,63A,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主席這個我講一下,可以嗎? 59 59已經通過了 已經併案了啦 沒有,現在我要講一下 不是,不是併案的問題啦 這是執行面的問題嘛 我們現在是農民的部分 是直接審核了 我都會被抗著嘛,對不對? 但是移民是沒有的喔 移民是沒有的喔 但是 移民的部分 他一樣有老餘年金嘛 老農年金跟老餘年金 他基本上他都有的嘛 假設有,有現有的資料 你真的有老餘年金 你每一個月都發放給他 他跟老農年金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他主要是讓許多的給政家 這些基礎要做什麼 給他這麼沒用 沒有必要有公務人員 還有保養行政人員 這麼沒用啦 所以我的建議 我也是幫你們設想 比如說,假設我們 儀保的部分 他有領老餘年金 然後他要符合資格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不可以比照農保的部分 不要再叫他去申請 我們可以直接用保的嘛 啊,其他如果沒有資料 當然他要申請啊 這樣也是幫你們做工作 我也是幫你們嗎 那個農委會回答一下 農委會 可以也是這樣 可以這樣子撥補 可以把你也給他 對,我的意思是 有的部分 他有帳戶原來有在領這筆錢的 我們不用再叫他去申請 你們現在余會的部分一團亂嘛 是 這個一萬塊的這個 我們也 那個是跟那個老姨不一樣 那個是 剛才併案那個東西 本來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申請的一個手續 是 今天如果可以拌就拌 要叫我們來申請 是是是 好 他的意思也是這如此而已 你在這裡拿申請 我就可以來虎威說嘛 有的可以拌的 不用再叫他申請嘛 這虎威就扛他做不去 跟我拌聲就好 如果是那個老姨的那個部分 有每個月有 有都在理那個 七千五百五十塊的那個東西 我們就比照那個東西來 OKOK 如果你有稱呼我就跟余會這樣講嘛 好 好,這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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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請 請 政府來講一下 又四十六月也要保留 沒有 那個四十六月那個 那個 四三、四四、四五都 共一 共一共一共四十六 四十六月 四十六月 跟那個四三、四四、四五 那都整個是同質性 那不,那個剛才哪賣 保留啊 對,46也保留啊 有財啦 46A 46A過了啊 啊這不是已經講好了嗎 沒有,剛才沒有 剛才就財保留 46A捏 46A你這跟 43、44、45都一樣 沒關係啦,保留再說 不是啊,這莫名其妙 欸部長 這個都已經 講好了,也改成這樣了 好,好 43、44、45保留 46通過,對不對啊 過了就過了,要保留啦 你現在是說沒財 沒有啦,這個46就是 跟那個43、44、45 都同一件事 性質是一樣,所以要一併保留嘛 他們想把46案 通過的方案,就這樣子 46A 這個你們的人 都已經來改成這樣了 然後剛剛也通過了 沒有啦,那這個 他的性質是一樣 要一併保留啊,剛才... 沒有這種... 要嘛就一起討論,要不然就是 不要來溝通嘛,幹嘛浪費大家 對啊,你這樣說好啊 溝通,然後大家有個共識之後,然後說要保留 這樣... 部長可以吊帶子出來看啊 部長說46案的時候,部長說 通過啊,同意啊 不是,一直翻一直翻要怎麼做啊 沒關係,保留就好啦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個不能夠這樣子 你跟人家來講啊,老半天 那他寫整半步這都他寫的 對啊 啊所以... 那這樣的話幹嘛要來講 你其他的都沒來講 性質一樣的嘛 就算了嘛,其他都沒來講 性質一樣的要保留啦 那但是事實上這一個... 沒有,46他自己清楚啊 他自己有來講過啊 經濟沒有人來講的啊 所以不然的話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 你要按摩現在幾乎也可以吧 啊,沒那麼快啦 好啦,好啦 這還可以這樣... 倒退路的 齁,這實在是... 幾乎也吧齁 幾乎也... 對啊,通過的東西啊 對啊 我們會前都已經討論完 然後有結論了 這樣才團團嘛 那... 性質相中的資料也沒有騙到嘛 那部長你覺得哪一個地方 你覺得... 你改的地方覺得不好 因為... 集合結果定期公告 這都你們寫的耶 沒有啦,我跟委員說 大家關心的就是 這整個基格大網路來曝光 這對鄉鄉來說很重的啦 那來溝通的人 是...我們是遇到詐騙集團還是怎樣 對啊 這是... 所以我們要確認誰來溝通才算是不是 對啊 還是怎麼樣 先講好那個規則是什麼 你之前這些都不來溝通 只有這一案來溝通而已 所以要這個部長來溝通才算還是怎麼樣 要先講清楚啊 對啊 院長我解釋一下 請... 請委員們諒解 因為... 當我們行政部門確實有跟委員們 因為尊重委員 所以我們有跟你們進行溝通 可是我們也要尊重其他黨團委員的意見 所以這個不是說跟您疑問一個黨團 不是喔 上一次的協商不是說 針對跟議員溝通完大家可以統一就統一嗎 因為我們執政... 我要... 沒有... 這邊有道理了嘛 這樣就不說道理了 我們執政黨黨團委員也是會有意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真的要拜託委員們的... 這個就是禁反言啦 齁... 講出的話 應該就是要這麼做了嘛 剛剛就已經說通過了 還可以倒退路 然後... 然後... 這個也都是照他的意思改的啊 他改了我們也同意啊 然後他自己也印在這裡了 對 齁... 那不然這本咧 這本就... 那些就都沒有尊重了嘛 是... 行政部門確實在跟我們委員個別溝通的時候 有跟委員... 這個就是一個鬥貼路的概念 這個... 富裕的概念 不是... 就是我們執政黨黨團委員有意見的時候 我們... 富裕的概念 不是... 現在已經到第幾案了 剛剛... 剛剛到這一... 這一案的時候是大家沒有意見的喔 對啊 剛才太亂了 我跟他崩崇峻要趁亂說 我那樣沒有喔 哈哈哈哈 沒有 剛剛部長自己都有講了嘛 剛剛部長自己都有講了 而且... 這個經濟部都已經來把它改成這樣了 到底有什麼困難啊 困難 對啊 這跟前面也是一樣 都...性質都是一樣 這是... 這是... 那你剛剛... 你剛剛沒有這樣講啊 沒有啦 你剛才沒這樣講啊 你剛才沒這樣講啊 這...這個是國家大事耶 這不是說啊 我剛才沒看的 我抱歉 表這些錢都可以再處理了 我們現在...現在是在調... 協商嘛 對啊 行政業也...也有道歉 這樣就過了 欸 不用這樣啦 我覺得這... 不用這樣啦 再道歉一次啦 這樣的話... 講話都不算數的 那這樣... 那這樣... 那這樣經濟部來溝通的人 我們也不知道說 這樣誰才是代表部長的意思啊 對不對 這起來很沒意思耶 不然這樣... 別案就暫時保留 要再溝通一下 最後我們... 啊 會議 要結束以前 大家再... 沒有啦... 他這樣喔... 他非常沒有誠意啦 說實在的 齁 很幾案... 都沒來講 事情呀 啊 既然是通過之後 還要 dysf McGee 嗯 齁啊 也有... 有這種事情的話 那以後大家講話 都可以不算話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做就沒有什麼意義啦 直接協商就像上次一樣,直接從協商討論就好啦 等一下再討論,我們現在先討論63A 沒有啦,不是啦 好,63A我們有一線 對不起,我想這個63A我們有一個修正的文字在63A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支持,因為我想現在我們在這個疫情工作當中 是不是可以多一點時間先去做一個相關的防疫工作 那這個口罩的分布,這個配數分量的公告部分 我們還是會讓他們這個行政的空間的時候會仔細的做一些公布啦 是不是可以我們改成這樣的事實公布,盡請委員能夠給我們支持 主席,這個疾管署是有來在上一次聯席的時候有跟我們溝通過 那如果是按照這樣的文字,就是他們修改的文字的話 確實是疫情指揮中心兩週內會向立法院提出這些我們需要的數據 那這個部分的話,唯獨就是有一個問題是 當時疾管署來跟本席的辦公室溝通的時候 他們有提到一個問題是,因為這些數據是在經濟部手上 所以衛福部同意,但是經濟部這邊會不會給他們數據是個問題 所以剛好今天經濟部衛福部都在這邊啦 那我是說,如果照案通過,照你們的這個修正案通過的話 經濟部是不是會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提供本院這個數據? 好,經濟部的意見怎麼樣? 因為經濟部商業師也沒有來跟本席的辦公室溝通啦 所以剛好在這邊就順便確認一下這個當時疾管署溝通的時候提到的疑問這樣 經濟部是做口罩,全部交給衛福部統一分配 那統一分配的結果當然就衛福部知道經濟部是不知道的 是,所以衛福部當時跟我們溝通是說 經濟部如果不提供給他們數據,他們也沒辦法 所以這邊就順便確認一下啦好不好 沒關係我們不就責啦,就只是確認一下說 如果照這樣的案子通過了,你們已經修正好了 那照這樣通過,那到底是你們會不會執行上 又像剛剛講的說到時候衛福部說因為經濟部不給,所以你們不能給本院 63A,行政院各部員,相關部員有沒有意見? 照通過他們就不可以有這種,他們就不可以有說什麼經濟部不給 所以當時溝通的時候經濟部也沒有來找我們溝通這個問題嗎? 那我想就是說在這邊確認一下,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喔,經濟部署負責生產 那衛福部有沒有意見? 確認一點而已啦齁 對,我們都按希望這樣63A 他說按照這個他可以通過 好,那63A 這個大家就有共識,我們就通過 那再一個小小小小的問題是事實是什麼樣的事實? 那現在衛福部也要公佈了,那麻煩一下事實是什麼 對,適合的時機這樣子,對 好 好,63A就通過了嗎? 好 好,下一案 64A 64A有沒有一件? 院長 有一件 我們對KPI的這個設定 院長 我這邊先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提案基本上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因為基於公司治理的 那KPI基本上是一個公司治理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當時我們是希望能夠 呃 呃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這邊策案 齁 但是因為 後來是保留 然後到 到這個 院會這邊協商的時候 上 這禮拜一 這個前幾天協商的時候 我們也跟這個 提案委員 陳家化委員 也討論過 那麼後來他也 陳委員也是非常堅持 齁 就是說 那我們做一個文字修正 就是 把它變成是這個所謂的 懲罰性的這個部分 不過我這邊還是要 跟時代力量黨團這邊說明 就是KPI基本上是 公司治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指標 齁 那如果 能夠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就是說 不要就盡量 能夠測掉就測掉 因為 這是一個非常 對公司治理來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齁 那 基本上我們 我們 就是說因為陳委員已經簽了嘛 所以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聽起來是 聽起來你是 不同意 保留 保留 這個也是有達人共識啊 這個也是有達人共識啊 對對對 我是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沒辦法 這樣說完 都沒有 秋元 我跟秋元 那就不要簽啊 那就不要簽啊 我們就不要簽 我跟秋元報告 對啊 因為 這都已經說好聲 也跟母親說好聲 為什麼都會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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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蹭亂 生亂 幸福打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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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沒有啦 那你 你擠你擠我自己 我等一下 再講講話 再講看 來 這個案子齁 這個案子齁 這個案子 我們本來黨團就非常有意見 來 不要亂來 好嗎 正正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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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一下 現請案都沒有辦法 過 沒有啦 現在是這樣啦 當初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和 秋元 秋元 這場案都不會過 沒有來講 不是啦 我們 當初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和你 我和你有不同意見嘛 對不對 你會記嗎 對啊 啊現在是說 你KPI是一個公司 是以一個很平常的手段 啊你現在就 你因為這樣的話 你在疫情的中間 大家都要求 要求銀行 各部分都應該要 要去執行嘛 所以 平常 本來就有KPI 那你這裡 你說 你說有KPI造成嚴重 嚴重的問題 已經改成懲罰性KPI 而且是一個賤請案啦 沒有 我認為有不同的看法啦 我們都白 那你也要KPI啊 公司也要KPI 我們也要理解 所以沒有比較便利啊 沒有說 沒有理解懲罰性KPI 我們也同意啦 來來來來 來來 你說 院長我報告一下喔 如果我們看 原來的第14A 剛才國民黨團也同意說 把那些 提出誘因啊 最後變成 放寬民營銀行 設立海外分行標準拿掉 因為那後續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邊的KPI 你還想如果我們 這今天所談的案子 大部分都希望說 放寬讓國人方便一點 結果這邊定KPI 就是說 我不能 我不能定給 懲罰性的KPI 如果我們的公營銀行 他們沒有去做 他們沒有去 沒有去執行 我們政府的要求的話 你還不能定標準 不能去處罰 那你命令怎麼貫徹 怎麼要求咧 我們一方面 政府要給人家方便一點 一方面說你政府又不能要求 沒有 財政部也同意不要定 懲罰性的KPI 那KPI本來就是定說你達到的 他是要定獎勵式的啊 打不到會怎麼樣 對不對 你都沒有壓力 現在包含他們在放貸的時候 金管會都講得很清楚 不會要求他們這些承辦人員 會有行政責任喔 都沒有了喔 你現在連這個就 不能有懲罰性KPI 所以 所以金管會跟財政部顯然也都同意說 不要去制定這個懲罰性的KPI 所以這個是 KPI本來 這個是部長改的啊 這個是 他也沒有懲罰他就排名而已啊 所以 部長已經改成這樣了嘛 所以定在這個部子裡面嘛 對啊 可是講的概念就是 希望可以鼓勵的部分 我們都同意嘛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說鼓勵性的KPI 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大家都討論過啦 第一個喔 其實今天協商沒有議 這個賤請案啊 你賤請案 你財政不做 文來 存檔就好啦 而且這東西 懲罰性的KPI 財政部也不會定嘛 所以你這東西 其實連賤請案都不會過 我剛才一直講的喔 我們希望很誠懇來過頭每一個 不是賤請案那 那你心態從頭 所以我們也很誠懇在過頭 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就已經談 鼓勵性的我們同意啊 做到一定一直做 做不到的話 你在寫這個東西喔 到時候 沒輸功會騙人 不好啦 所以他會做得到嘛 他已經自己簽了啊 他自己簽了 他會做得到 已經簽了啊 之前原本就說他們指定鼓勵性的 那我們也同意鼓勵性的OK嘛 然後 原提案的委員也簽了 那財政部也簽了 那財政部也簽了 這邊啊 這邊有簽啊 改成這樣子啊 懲罰性的KPI啊 都是找人家來講的啊 這個說這個就這樣就 就是那個了嘛 來 對啊 只能定呼呼秀秀的KPI啊 對啊 對啦 就是這樣啦 就 申白講 要定懲罰性的啦 而且要 要馬跑 又不能不吃草 又不能去要求他 就是 他不會去定 懲罰性的KPI 但是他可以去獎勵 不能說這樣才是受勞工嘛 這不行 當然要擺爛嘛 我們立委要KPI啊 不然共同盟要看什麼 也去訂 也讓你訂獎勵士的嘛 對啊 郭董 好 好 既然這樣 啊 我建議大家啦 這個 既然前面都有 有啊 溝通啦 我們就本案就通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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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案 65A 好 請看65A 改成原意啦 改成原意啦 也是改成原意啦齁 有啊 65A沒有意見 那個啊 文字有調整109年開始吧 109年 好 有修改齁 請看65A文字有修改 那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65A通過 好 66 請看66A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就照66A的文字 好通過 OK 好來 那 請看67A 請看67A 改原意嘛 好 可以啦 有改 主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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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給原意而已啦 有改成原意 有改成原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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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A 67A 有 有 67A是 勞動部的 好 勞動部是屬於後端要建立那個網路建立那個平台 這個勞動部 基本上他沒有問題 但是前端 前端那個各部會他要將那個事業單位跟事業主的名稱提供 因為各部會對這個名稱的公布他們有疑慮啦 有疑慮 所以我們也有跟委員去說明 所以這個案子是不是建議保留 保留 好 沒有啦,那時候已經改成建勤了 改成建勤 建勤寫在哪裡 沒有 沒有寫 沒有 看不到 所以這個案子沒有,就是 這個我們跟委員溝通過 因為勞動部這邊是沒有問題 但前端,因為這個就像剛剛那個46案一樣 好 好 那 那就保留 好,本案67A保留 好,請看第68案 第68案 那個 院長,那個68我們是 有去跟那個 謝委員有溝通 希望說那個文字能不能修改一下 就是說那個要求 我們希望能夠改成建勤 然後後面研議對於打工學生組進行紓困 好 好 那 這樣就可以接受 對不對 好 改為建勤案 那 在最後一行 對於打工學生組進行紓困 前面加兩個字 研議 好,就這樣 好,通過 沒有一件通過 我們就下一案 第69案 也是一樣 請看69A 69A這個文字修正 應改成研議 這是研議 好 提案建勤嗎 沒有沒有 倒數第三行 建勤 對啦 是不是可以提案建勤 好 好 前面對啦 就一樣 就是把那個要求改成建勤 那個應改成研議 好 倒數第四行 後面兩個字 那個應改為研議 那扁案就改為建勤 這個69案我說明一下 我尊重大家如果改成研議就OK 但是他跟著勞保年資 五年、十年、十五年以上 分別給予不同最高貸款上限這個額度 這個提案委員要注意啊 就是說你會變成說 其實應該可能剛就業的 他薪水最低 他的額度反而要比較高 那就業久的額度比較低 你根據這個投保年資的急劇 去給予不同的上下限 不管你是年資低的給高 年資高的給高 不管你是哪個邏輯啦 這都會牽涉到你對每一個人的差別待遇 所以這個案子改研議 我就不相信你研議得出來 對不對 你們仔細想想看 你研議得出來我真的投給你 不要再投給他 每一個人的狀況 不是因為你投保年資的問題 對啦 大家講講的都可以研議研議就可以 所以剛剛柯總教說我們誠懇面對 你真的研議得出來我們就答應 研議不出來 你給一套辦法 這個研議出來就歧視了 這個你們真的想想看 這個可以研議嗎 第70案也是啦 只是可能一年更成兩年啦 這再來看在法律裡 剩什麼剩什麼 這個問題是編導的啊 好 那你現在 69A 我是說可以 我可以請求大家說好就算 好 這個絕對是 那69A 那個文字 大家看一下 就是導數第四行 遠見請 勞動部 好 啊 後面 啊 這個 研議 依 依照 好 改成編議 一個是建請 一個是編議 好 沒有建就通過 好 第70案 70案也是一樣 倒數第四行 要求改成建請 然後倒數第三行 應改成編議 這個案跟前面那個案是類似的啦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一年利息還是兩年利息 那你不同 同樣的案子 同樣的案子 然後是一個講一年一個講兩年的利息 那到底要怎麼研議 一年研議 政府研議兩年 好 好 演案接演議啦 大家 那就 導數齁 第七 給他們去研議 好 那不同人啊有不同的看法吧 好 好 那就 導數第 導數第四行 遠提案 建請勞動部 這個改為建請 還有就是因 改為原議 好 好下一案 70案就通過 請看71案 71案的部分 是不是建請保留啦 好 71案沒有意見的話 保留 72案 72也建請保留 好 72案沒有意見的話就保留 好請看73案 73也是建請保留 好 73案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就保留 好 再來70 好 欸主席那個 蛤 70A 我們就要測好了 好 70A 跟71是一樣的 70A 測案 71 測案 來 71 測案 再來 你說還有哪個案 好 店長 剛剛46要不要回來處理一下 沒關係 最後 就是最後一個 好 好 主席我們72 測 70案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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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72案 測案 46案 好 我們現在 都已經一遍了 我們回頭到 46案 對 回到46案 那 總召 因為這個齁 事實上他們改的 他們來改的 他們有把它去世別化 然後定期提交查核報告 於6A 所以這個不會有像剛剛部長講的問題 你們人都改過啊 然後他都有說上面有去世別化的 對啊 46A 他就已經改成46A 你自己看一下 所以這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現在部長說是稽查這樣的一個 那你本地就在用 都在查嘛 對不對 啊你只是把那個 他們現在 那個主席長 不是說他們會用一個網站嗎 然後你就把他的 第123456案這個網站 只是要你放在那邊而已 這 啊然後去世別化啊 所以這是OK的啦 齁 這沒什麼啦 這沒什麼啊 對啊 所以你剛剛也有同意啊 不可以這樣說啦 不是啦 所以剛剛 廠商的影響是什麼 那去世別化其實就沒有影響啊 去世別化沒有影響 真的沒有影響 這沒影響 去世別化會列污啦 不會啦 因為你本地 你就有這個網站 你就有這個網站 然後你本來就有這些資料 你把它放掉而已 他主要就是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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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用在那個薪水面上啦 部長跟本地 手總召哭通一下嘛 你親自顧 你了解我的意思啊 這沒什麼啊 我對總召抱歉啦 我們說真的 我對總召抱歉啦 總召他要道歉啦 他要抱歉啊 他要抱歉啊 他就討論了很久 然後他改成這樣的樣子 他也確實是可行 他也確實是可行 哪一個怪人啊 我們輸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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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確實可行啊 而且抱歉先跟主席跟委員 抱歉喔 我是商業司司長李美 是這樣子齁 就是原來通過的 司事不好意思 就是原來通過的 94條 這個文字是跟原來94條 是一樣的 那因為今天討論那個94條 已經跟其他一起保留 所以我們覺得說他 性質一樣 就應該是在保留的範圍 等於說這個條文是跟原來的94案 已經通過 我咧 不是啦 這個 這個本來就是委員會通過的東西耶 然後你現在要去 把它翻掉 這個就本來就已經講不過去啦 然後這個 這其實兩個也不一樣啊 他這是在說 這個土地的 那個工業區 閒置的這個土地所有權人啊 跟這一條是不一樣的啊 這兩個不一樣耶 這不一樣耶 這沒有關係啊 你要不好意思啊 所以現在到底困難是什麼 可以清楚請教一下 部長的意見嗎 聽不出來耶 只是因為 這個方案 所以這個要方案這樣 因為 我們這個46 46這個是 在經濟部的這個 紓困的 振興辦法裡面 第五條第二項 就有 就有這樣規定了 這是你的規定 我們只是說 你這個規定 然後你現在也有 要企業簽 這個簽 那個 這個切結書嘛 啊我們現在就是把你 這些資料 放在那個 去世別化後 放在這個紓困專區的網站上啊 對啊 我想一個 那這樣有什麼問題 看看有沒有可能啦 因為本來我們的要求 就是那四個條件嘛 沒有減薪 沒有裁員這些條件嘛 那這個去世別化的 資料 是不是 查有違反 契約啦 然後我才去世別化公佈 因為如果我沒有違反 我還被你公佈 我就衰 你知道嗎 如果查證有被檢舉啦 然後確定說 你真的有裁員 或者真的有減薪這種狀況 那又給政府紓困 那我才去世別化公佈 其實他就是 我們的這個 提案裡面就是說 他跟勞動部的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 進行勾集而已啊 所以其實 你的資料結果是 無差別嘛 不是啦 本來 可不可以說勞動部那 他就有一個 這個 這個list 然後他只是說 要他跟他 這個 互相勾集一下 然後把 那個 這些 這些符合的 然後把他去世別化 然後把他 在他的網站上面 公佈而已啊 然後 就這樣 這其實 這沒什麼啊 所以他 所以 司長才會認為 這可以用啊 這可以用啊 對不對 你叫唱唱 其實 你這個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 對不對 你叫唱唱 你現在也是要求他要簽切結書啊 因為你既然有這個辦法嘛 而且你這個辦法是從書困條例來的啊 第九條來的嘛 所以你這個第五條第二項 你就這樣規定了 你現在就是說 你也有要求他簽切結書啊 對啊 所以這應該沒問題啊 你本來就有在做啊 現在只是說 把他去世別化 丟在 這個 書困專區的網站而已啊 他本來就有在做啊 就在過通 不是啦 這個今天在做 paper work 中校 在那邊勾集 對 那個 那個 中校 現在就是 當然 我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對啊 我覺得 你說也不對 不過現在 部長 很困難 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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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事理來講 看不出這個困難在哪裡 這個 這個我們先暫時保留 還要再 你還要再溝通看看 好嗎 好嗎 好 就這樣 我們先暫時保留 讓 部長 再溝通看看 這樣好嗎 可以啦 他自己原本的那個啊 這樣 好嗎 暫時保留 再溝通看看 沒有啦 不能這樣啦 不然就是他看他要怎麼開 我現在要處理先說一個 你 我現在 現在是已經通過了喔 現在是已經通過了 通過了 還沒簽名還沒又確定 好 你如果說 他覺得說 他覺得不太做懂 大家說看看 這是合理 可以參與嗎 因為 那個政策下去 那他必須要去想說 好 那到底他通過之後 他現在覺得說 哪裡 哪裡不好 那他提出他的想法 因為他前面幾個案子都性質連同嘛 既然前面幾個 不一樣 幾個都保留 這個也要保留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他本來就在做的 包括委員會那4 3 都保留嘛 因為我們內部有討論過嘛 因為 因為他本來就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本來就在做這個事情 他說 都是大家集體的 不行 沒有共識的話 就保留 現在已經有共識喔 這一條已經有共識 剛剛已經有共識了 我現在不用跟你說 那久就是 剛才 不是不可以這樣說啦 那所有的黨團都可以說 我剛才沒注意 不是這樣子啦 沒注意也會說的 現在已經有共識啦 你如果要來講 剛剛的共識 你要推翻那個共識 包括這個委員會的決議的話 那他要 理論上 他覺得說 這個哪裡 需要改 讓他提出來 對不對 你覺得對你有困難 那個 邱委員跟院長 陳偉 我建議一個看看啦 因為 林總統大贏 現在要收拾啦 那因為跟前面的案子 合併的 那個 大致上的原則 是不是我們把 46 2-2 A 他們那個 手寫那個文字 並應將前述 G查結果 我們用 並改成 並應將前述 查核結果 那後面定期 兩個字拿掉 公告於主管機關的專區啦 那且定期 那個定期也拿掉了 不好意思 查核結果嘛 因為剛剛部長一直覺得 一直認為說 廠商說 你好像每個月 或是每個禮拜都會給他 擠查 擠查 所以 現在輸困難的 好 那 那就是說 他覺得說 你覺得說這個定期 你有困難啦 有壓力啦 他會有一個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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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結果啦 定期改掉 有啦 那這樣啦 OK啦 對 可是啦 但是 講 講 講 這樣為 你要 你要割,像說定期,你是不是要說一個... 譬如說你要怎麼... 沒有,你就要說一下,你要怎麼做 你現在為了要定期,每邊去那邊騷擾啦 對 那請問他是不是定期會提交立願啊? 後面定期提交立願還是在啊? 會定期跟您報告的 所以後面的定期留著? 對啊 喔,這樣喔? 對,對,剛剛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那他秘書長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的定期留著啦 是不是 那前面的定期不要啦 好啦,然後那個... 那個稽查改成查核啦 好好好 好,我先讀一件齁 那這樣會帶著我們委員會的第五個 那個...第五個... 那個決議內容,第五項 喔 委員會那一章,你剛才說委員... 我們剛才說最禮拜了,好不好 委員會那一章 委員會那一章 阿不,阿就是...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所以才要一致性嘛 我現在講委員會... 欸,但是... 不是 不是 委員會這個跟... 他現在這個案不一樣 對 沒有啦 很快 後面這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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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啦 好啊,好啊,OK 好 就是稽查改成查核啦 好 後面定期留著 後面定期留著啦 後面定期留著啦 部長這樣可以嗎 好好 我聽你了解嘛 該做還是要做,但是不要延伸其他壓力 部長看清楚喔,不要逃功功啦 不要再多鐵路啊 這次決定就決定,就決定,就不能再煩喔 好 沒有意義啦 好,我先布一下嘛齁 先布一下 就 16A 那 這個文字修正的部分齁 並印將前述 集查 集查 改為查核 並印將前述查核結果 那定期兩個字刪掉 那後面都一樣 好 沒有意見 我們就 通過 委員會 委員會這邊 這邊 這邊 那 委員會的部分 也相 就像對應改為查 這個查核 好 委員會的部分 集查就改查核 集查就改查核齁 好 定期 啊定期 前面那個定期化掉這樣 好啦 一樣 那時候我覺得很不通的 其實時間幾天都被騷擾 這樣查核 這根本和我們 在紓困 一直完全相反 好 那現在來 簽字 來 來 你先不敢念 好來 你就聽了我們簽字 我來 好我 現在 等一下喔 還沒有先讀喔 各位先進 我現在就先讀今天的決定事項 那請大家 聽了以後有意見了 請大家提出來 決定事項 一 協商通過內容及保留部分 如後腹 瓜湖由財政委員會整理 含策案號 好 好 余照聯席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送各個黨團 確認後 於5月8日 瓜湖 星期五 上午八時前送議事處 瓜湖 二 點案於5月8日 星期五 院會進行處理時 非保留部分 先讀後均予以通過 保留部分均佔保留 保留部分進行處理前 由各黨團推派代表 各兩人發言 發言順序一 時代力量 民眾黨 國民黨 民進黨 之黨團順序發言 每人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發言完畢後 各案均不再發言 既依保留部分暗號 暗號序 依次進行處理 保留部分 黨團版本之表決 並按上開黨團序進行 三 點案完成三讀後 各黨團同意 不提出副議 點次協商各項提案 均以刊登公報紀錄 大家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現在是說明文才要處理 處理是開始有大體討論發言 就是先唸 先唸完以後 沒有保留的全部就通過 保留的就 是每一個保留就兩個,還是沒講? 是大家一起,每個黨團兩個,等於是八個人講完之後,就開始表決 就不太壞了 好,這個講清楚了,大概各黨團兩個,講完以後都一直嚕嚕嚕 那我們對於保留的部分,我們可能會提對案來做審訊 對對對,做審訊 要跟議事組確認一下,剛剛因為是在力量黨團那三個案,跟總召都協商過 就是除了那個稽查改成查核,第一段不要定期,後段可以定期 另外呢包括委員會的第五案也改成賤請研議,三個案都一樣賤請研議 請確認,議事這邊請確認,本來那個第五案是保留的啦,我們要保留嘛 因為覺得對總召這樣都不要保留,還是用建勤研議,跟另外兩岸一樣,都一樣的方式 主席 好,我們在提點發言,三位啦 我們希望可以三位 等一下我來改好了 主席 主席 院長 院長 確認一下 院長 總教 46應該文字上就是 那個剛剛那個嘛 定那個 那個 建議是建議的 你們說好就好 教你們的意思 不信鄭英文了不會被騙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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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